1927年,延安外某法场,毛主席一爱将正在被执行死刑,但是就在举枪之时,一声枪下流人打破了在场民众的气氛,随后一句有毛主席的亲笔信更是让大家感到惊讶。 而当正在主持行刑的雷晶天借过信件后,那名通讯兵却又让他公开阅读,那么毛主席这名爱将到底犯了什么错?信里写了什么?为何非得公开阅读呢? 黄克宫,1911年生人,从小生活在农村,和其他人一样,积一顿保一顿的生活已是不易,根本不会想到生存以外的东西。 但是当红军来到他家乡后,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时,红军正在大力扩展自己的力量,所以每到一处就会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受此影响。 当时的黄克宫也深深地被震撼到,他不敢想,原来自己这样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,他更不敢想。 改变这一切的主动权还在于自己,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红军,加入了改天换地的大部队。 自然当时的黄克宫年龄尚小,并且大字不失一个,但是他却有着同龄人少见的灵活头脑,也因此在刚到部队时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赞。 后来,因为学东西很快,更是被安排在了毛主席身边,成了一个通讯兵。 能待在主席身边,可以说是黄克宫人生中遇到的最大机遇。 在这期间,除了自己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以外,毛主席还时常给他讲述一些军事知识,但是这方面听得多了,黄克宫内心上阵杀敌的渴求就越来越大。 随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,而毛主席也认为,年轻人到战场亲身历练一下也是好的。 于是,黄克宫就这样离开了安稳的后方,来到了漫天战火的前线。 事实证明,黄克宫确实适合打仗,可能是经过了毛主席的点波,在战火纷纷的前线。 他表现的并不像是一个新兵,凭借着敢打敢拼以及灵活的头脑,黄克宫履历其功,也得到了很多将领的赏识。 其职位也开始慢慢攀升,甚至和他一样刚上战场的小伙子也开始主动找他寻求打仗经验。 之后抗日战争爆发,我党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,就建立了一所学校,抗大。 黄克宫就是其中的一个教导员,但是这段经历也让其走上了不归路。 在抗大,黄克宫遇到了一个女学生,刘倩。 首先刘倩本身的家境就不错,其思想在接受了新式教育后更加的开放。 当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期, 于是在得到熏陶之后,刘倩就冲破封锁,来到了我党根据底延安,开始追随她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。 也是在这时,刘倩身上不同与其他女孩的奸人品格格格外吸引黄克宫, 之后便经常找机会与她讨论革命观点。 就这样一来二去,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 但是由于后来工作的原因,刘倩被调到了山西展开学习工作,此后两人便天各一方。 起初两人经常通过书信来往,但是时间长了之后, 分居的痛苦就开始折磨两人。 甚至当时的黄克宫,听说刘倩经常与其他男同学来往, 这让一向单纯的黄克宫心生不满,于是两人之间的沟通就变得越发艰难, 相互之间的信任也因为距离的原因被消磨殆尽。 而为了消除自己心中的疑虑,或者是为了把刘倩留在自己身边, 黄克宫便写信要求刘倩立马与她结婚。 但是,刘倩作为新时代女性,她心中的革命理想还没有实现, 不愿意过早地被家庭琐事束缚,并且当时她的工作也非常繁忙, 根本没有精力往结婚方面想,于是便直接拒绝了黄克宫的提议。 那承想,这成了黄克宫心中的一块心病, 过多的猜疑让黄克宫整天苦恼不堪,甚至影响到了工作。 而刘倩也受够了黄克宫无端的指责和要求, 于是便主动写了一封信,要求与其分手, 结束这段让她感到折磨的感情。 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,这封分手信竟然成了她的催命符。 前面我们说到,黄克宫自从参军以来, 一直都受到很多领导的赏识,甚至是重点培养对象, 所以她本人心中或多或少是会有一点自傲的。 而在那个年代,分手可是一件大事, 除了会引起上级领导的关心以外, 战友之间也会议论纷纷, 但是这最多就是关乎面子的问题, 肯定不足以让黄克宫心生杀念。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, 其内心一直将刘倩主动对自己提出的分手, 是做是一种背叛。 而作为一个军人, 肯定是最痛恨这种行为, 所以黄克宫才决定痛下杀手。 那一晚,黄克宫挑灯服案, 在信中他以诚恳的语气给刘倩道歉, 并释然地表示, 想约见他最后一面。 然而这些话, 其实都是黄克宫的谎言, 约见刘倩的真实目的, 并不是想给这段感情画上句号, 而是刘倩的生命。 第二天,宿舍的人发现刘倩彻夜未归, 不久后便在去宿舍一段距离的小河边, 发现了一具女尸, 身上还有两个弹孔, 死者正是刘倩。 于是,工作人员便开始着手展开调查, 在询问了他宿舍的同事之后, 立马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, 那就是刘倩那一晚外出见的人, 是他的男友黄克宫。 为了不打草惊蛇, 调查人员从他身边的警卫员开始下手, 而在问讯中又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, 那就是在那一天, 黄克宫的精神状况非常不好, 甚至白天打起了瞌睡, 并且在之后, 警卫员为他保养枪支的时候, 发现子弹少了两发。 由于黄克宫的身份, 调查人员只能将这个情况汇报上级, 而在罗瑞卿的亲自询问下, 黄克宫并没有反驳, 直接承认了自己杀害刘倩的事实。 但是由于黄克宫之前的功绩, 一部分人开始为他求情, 这让罗瑞卿有点为难, 于是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, 但同时, 黄克宫同样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, 讲述了自己曾经在战场的种种经历, 当然还有之前在毛主席身边当通讯兵的场景, 并且表示自己人生的终点, 想结束在战场而不是刑场。 其实, 黄克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要求, 是因为之前国军中也有一名军官, 因枪杀自己妻子被判死刑, 但是后来却被允许立功赎罪上了战场, 但是这一点黄克宫并没有如愿, 因为事务繁忙, 罗瑞卿久久未见毛主席的回信, 于是便让雷晶天依据正常流程, 对黄克宫执行枪决, 但就在这时主席来信了, 看了内容之后, 雷晶天面对大家开始朗读了起来, 首先信中对黄克宫个人表示了惋惜, 但是如果赦免, 那就没办法对革命, 对人民一个交代, 也就是说对于他的判法一定要依据法律流程, 听到毛主席的回信之后, 台下的人也纷纷点头, 可能对于黄克宫来说, 死在战场的愿望并没有实现, 但是他可能也明白了一个道理, 那就是国党与国民党有着本质的不同, 无论是对待战功卓著的将领, 还是平凡的百姓都一视同仁, 而这也是我们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。